姐妹妹是要看一下新闻 乖了乖了 这上单 不会吧 不会吧 等我看一下 这是真的吗 真的吗 我在看一下 真是真的 我的妈 我的妈 你快看 外面真的有病毒 超怕 我太吓人了 你看嘛 天你太长大了 好大的事嘛 哎呀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倩哥 今天的视频呢 不和大家来聊美妆 今天的视频呢 是如何劝父母 把口罩给戴一条 方法医微信轰炸 这个歌是我在朋友圈看到的 一定要是这种正经版本的 中央消息泄露 把这个消息 转发到五个群 五个群啊 保你全家平啊 我试过了 是真的啊 对抗帝国主义的阴谋 不算不是中国人 像我爸他们这个年龄段 很养生的 我跟你说 要命的要紧啊 把这种表情包转发到群里面啊 最简约版本呢 我也给大家准备到了 男子吃野味 竟然生不出儿子 你还在吃野味 女人吃 提早绝经啊 佛祖祖说 一人吃野味 全家现实房 我跟你说啊 爸妈这一辈 他们很爱看这种的啊 那种恐怖型的啊 已经交给大家了 现在呢 我们来说那种祈福型的啊 有一些家长不吃那一套 我们换一个方法啊 口罩的照字是十三话啊 福气的福字也是十三话 要想福气好 口罩少不了 请戴口罩 福罩全家 戴上口罩 活光口罩 戴上口罩呢 就是戴上福气啊 大个年的 图个吉利 把它戴上 戴上 还有这种版本呢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啊 注意注意 刚刚国际宣传部 庄家已经确认啊 武汉肺炎真正有效的秘方 快快转出去 其实就是让他们戴口罩啊 转发到虎哥群里面 转发越多 福气越多 方法二互相威胁 必杀技 只要把这一招抽出 匿马投降 他们最爱干什么 催婚 催你生孩子 催你结婚 催你找男朋友 同样的世界 同样的爸妈啊 那我们可以干什么啊 反向打击 这个病啊 中老年人很容易得 得了以后就跑不掉了 跑都跑不妥了 你想想啊 这个家里面 你还有我 还有妈妈呢 还有一大杂志人呢 你舍得我们吗 而且我还没有结婚呢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你放心吗 你就不想看看 你的孙子 孙女 怎么啥呀 方法三新闻轰炸 需要打开电视啊 打开新闻频道 就播新闻频道就行了 如果新闻频道 他看的那个时间段 没有发布这个疫情的信息 那我们有更绝对的 我们直接干嘛啊 把你看到的这种新闻截图 重新到电视上面 让他们看到 循环播放 从早到晚 一天到晚的播 我就不信你不得爱 有时候父母可能会有一些固执吧 他们觉得 13亿的人口 得病了才几个 轮不到自己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信心 细心的慢慢和他们说 被骂就被骂 该讲的一定要讲到 那2013年的非典呢 我们能看过 我相信2020 我们也可以 我们现在所遭遇的 所能感受到的 都远不及当地的武汉人 所以希望大家能多给一些武汉的朋友 一些体谅 一些包容 武汉的朋友加油 武汉的朋友 我们春天见 我相信春天的来临 武汉 竟会有一发新的风暴 新的一年 倩哥祝大家啊 身体健康和家官的平平安安 新的一年